楼市越来越火爆 之前最具有上涨重力的一线不涨了 而一直不涨到二三线去猛涨 类似的情况 在日本大崩溃之前发生过 美联储再度加期已成定局 这一次加期之后 美联储的联邦基准利率就达到1.75%到2%了 而美联储的加期决定已经完全在市场预期当中 所以资金早就从6月开始就逆向流动 对于我们来说 6月是半年的最后一个月 本就是一个前景的月份 所以我们看到 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在进入6月以后 全都开始走高 而央行也在积极备战这个前荒的月份 在月初扩大了中期借款便利麻辣粉的担保范围 6号就开始用这个工具 向市场投放了4630亿资金 这是5月份投放量的三倍 如果扣除要到期回收的量 那么当日净投放是2035亿元 但是这些钱够吗 我们其实不用看他投放了多少 只要看资金水位就知道了 这个水位就是无风险收益率 主要有三个指标 一个是货币基金的收益率 银行间市场的拆借利率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我们清晰的看到 鱼欧宝的收益率在本月4号达到顶点 然后6号资金投放后才略有下滑 而十年期国债本周也是小涨了一下 这些数据都表明 央行这些钱投进去 起码没有缓解流动性的压力 大家仍然预期钱很紧张 钱紧张最强的问题就是 资金会从债市和股市撤退 从股市撤退的表现就是市场持续下跌 这一点我们在最近几个月已经看到了 而从债市撤退的结果就是很多新债发不出来 然后债务违约就一个接一个的出现 今年共有13家发行主体违约 涉及违约金额148亿元 涉及多家上市企业 这个月开始 哈工大集团也被爆出违约7.5亿元 现在基本保持每个月都有重磅炸弹炸响的节奏 而且违约企业有从民企跨大到国企的趋势 即使面对这样紧张的局面 央行仍然挺住没有再次降准 这确实有点低于市场预期 央行可能有这么几点考虑 第一货币政策中性的政策预期尽量不要打破 2015年是货币宽松年 2016年底我们的货币才回到中兴 2017年开始中兴偏紧 但是口头不承认 仍然说是中兴 现在全国去杠杆的前提下 央行的任务就是要制造贫穷的气氛 告诉大家今年就是要勒紧裤腰带还债 所以货币政策上就是要给一个中兴偏紧的预期 就好比说我可以使不上的三一点零花钱 但是这钱不能一笔给你 第二考虑到了现在楼市的影响 钱只要一出来肯定先去楼市 所以总量上不能让你银行手头宽裕 这也是在对2015年的错误政策纠偏 当时要去库存 以为释放流动性就能去掉库存 让经济出兴 迎来新一轮的增长 但是哪有那么简单呀 结果经济没出兴 楼市反而暴涨 外汇储备损失了近一万亿 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这次央行学乖了 宁可苦着点也不再相信经济的眼泪了 第三 今年已经两次降准 一次年初的定向降准 一次四月的降准 现在时间刚刚过去两个月 效果还有耐观察 虽然已经基本专定 效果不大 但是由于央行谨慎的态度 他现在宁可再等等 也不贸然行动 得确定资金市场风平浪静了 确实是缺钱了 他才会行动 总和来看 央行短期内还会用麻辣粉 来对冲到期的流用性 到期多少 我就释放多少 市场利率升得快了 我就多放出来一点 市场利率降低了 我就回笼一点 用这种方式 确保底下的银行过苦日子 至于降准 可能要迟来几个月 但是预计 今年一定会再有 而银行们现在再苦再难 要压缩实体经济贷款 把钱投向房地产 虽然这么看是不道德的 但在银行角度 确实是最佳选择 货币越紧 实体经济的风险就越大 借出去的钱 回不来的可能性就越大 相比于企业的经营 有套房子压在手里 还是心理踏实 而且借给企业是有限责任 借给个人是无限责任 只要人不死 就要一直还贷款 人死了 你家人想要继承房子 也要一直还下去 所以个人住房按揭这块 在银行一直是优质项目 除非国开债利率猛涨 银行贷款利率 不足国开债的1.2倍的时候 银行就没动力去放房贷了 他们更愿意买更安全 也更简单的国开债 还没有资金占用问题 所以现在就有个纠结的困局 市场利率涨上来 银行们就会减少房贷 但央行受不了 又得投入资金 把市场利率降下去 而市场利率降下去了 银行们又开始去放房贷了 反正怎么着 这钱也进不了实体经济 更不会给民营经济